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每个星期都要对你说 你是神所爱的儿女 神对你的爱从来没有改变过 不管你现在感觉或不感觉到神爱你 可是实际上神并没有改变对你的爱 愿上帝吃福给大家 也并且愿神在你的心里头动工开启你 让你看见祂的爱 体会祂的爱 感受祂的爱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进入九月了 每个月头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你 就是我们的年头的今年的主题 全然恢复 弟兄姐妹 全然恢复 你做的怎么样 你的全然恢复的目标到了哪里去了 弟兄姐妹 请你要记得 我们要往我们的标杆去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我们今年的目标 也有一个就是要恢复100%的实体的聚会 各位弟兄姐妹 盼望你已经恢复你的100%的实体聚会了 我们要把最好的专注力给我们的神来敬拜祂 Amen 弟兄姐妹 进入九月了 我们也进入一个新的讲道的系列 这个讲道系列是在绝望中看见盼望 今天我特别要跟你分享 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总要成为祝福 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到成为祝福的时候 我的意思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传福音 弟兄姐妹 传福音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今年传福音的计划是从年头到年底你都可以做幸福小组 所以有一些的小组在年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幸福小组做到现在了 可是我们看见了就是上半年做幸福小组的小组不多 可是呢 现在下半年的时候呢 尤其是要靠近十二月的时候呢 就越来越多的小组呢 现在开始更加的积极做幸福小组了 那我们十二月的时候呢 我们是照常 我们的教会每一个十二月呢 都是传福音的季节 所以我们十二月呢 也是照常的会有幸福祖日 还有幸福圣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机会又来了 要把握这个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传福音 那弟兄姐妹这个系列呢 我特别的是要用斐利比书来跟大家分享的 那也同时呢 让大家更加的多的来认识圣经 认识斐利比书 那弟兄姐妹 斐利比书请问在哪里 问个简单的问题 在新月还是在旧月 新月 答对了 Bingo 那弟兄姐妹 斐利比书呢 是谁写的 保罗写的 对 是保罗写的 那斐利比书呢 是保罗呢 写给斐利比教会的一封书信 那斐利比教会呢 原本是保罗建立的 就是保罗呢 他去斐利比传福音的时候呢 就有一些的人信主了 然后一些的人信主呢 就开始教会了 然后当时候 当保罗开始建立 这一个的斐利比教会 一直到他现在 写信给斐利比教会呢 大概有十年了 也就是斐利比教会呢 大概有十岁了 那保罗在写这一封信的时候呢 保罗呢 他是在罗马被囚禁的时候 那保罗为什么呢 被关起来呢 被囚禁呢 因为呢 保罗他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 就是他离开这个的 这个的犹太地 他去传福音给这些非犹太人 那犹太人叫做外邦人 叫做这些人叫做外邦人 可是弟兄姐妹 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 我都不用外邦人这个字 那你也在平常的日子 也不要用外邦人这个字 因为呢 这个字呢 让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 来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好像把人 全部都推开 哎呀 你们是外人啊 你们是外人 所以呢 我们不用外邦人这个字 可是在圣经里面 他是用这个字 那外邦人呢 在当时候呢 就在指呢 就是你不是神的选民 所以呢 保罗他 其实他的那个整个的呼召 就是要往这个的外邦人 那里去传福音 然后保罗就宣讲说 我们今天不靠守 这个摩西的律法来得救 我们是靠耶稣基督来得救 所以有一些的摩西的律法 例如说隔离呢 这些外邦人信主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来遵守了 如果保罗不是这样说的话 我们今天都要受隔离哦 那就是因着这样子 犹太人就反对保罗 然后呢 就想要杀害他 可是呢 当想要杀害他的时候呢 保罗就借着他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呢 来捍卫他自己 然后呢 因为罗马公民呢 他就有权利呢 要经过法庭的这个审讯 才可以定罪 然后你才可以下判 才可以来去判刑 可是如果不是罗马公民的话 他们就立刻可以判刑了 那保罗就说 我就是罗马公民 所以呢 他就要上诉这个 来去罗马的皇帝 要他来审判这个案件 所以当他上诉的时候呢 他们就护送他到这个罗马 然后在等着这个的皇帝 来审判他的时候呢 他那个期间呢 是被囚禁了 他其实可以说是被软禁了 因为那个时候呢 他被恩待 他可以在这个私人的 这个的住所呢 自己租那个的住所 然后就在那里呢 就是被软禁 那每一天呢 就有士兵呢 来轮班的来看守他 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 身上是有一条锁链 是扣住他的 那那个时候呢 弟兄姐妹 其实可以来到他的这个的住所 来探访保罗的 那让我们来读 这个的第一章 腓立比书一章三到八节 请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上帝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第一天至到如今 你们都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美好的工作的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完成这工作 我为你们众人 有这样的想法 原是应当的 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捆索中 在辩明并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蒙恩 我以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上帝可以为我作证的 那弟兄姐妹 在保罗他第一章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的时候 他就写到 他说每一次我想到你们的时候 那保罗常常想念教会的弟兄姐妹 然后保罗也常常想念 菲利比教会的弟兄姐妹 保罗就说 他说我每一次想念你们的时候呢 我就感谢我的神 保罗对这个教会充满着感谢 然后呢我每一次祷告祈求的时候呢 我就欢欢喜喜的祈求 那为什么他会欢欢喜喜的祈求呢 是因着呢 菲利比教会呢 从头一天开始 直到那个时候呢 一直不断的跟保罗一起 同心合意的心旺福音 所以保罗想到他们呢 就非常的欢喜快乐了 各位弟兄姐妹 传福音呢 是一件感恩和欢喜的事情 你知道吗 所以保罗呢 一想起这个的教会呢 他跟我一起同心合意 心旺福音的时候呢 我就感谢神了 我就欢喜了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整个的教会呢 上上下下的 其实每一个的团体都在传福音 好像下个星期呢 这个热灵呢 他们就传福音了 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 来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弟兄姐妹 其实这个是个很欢喜快乐的事情 这个呢 应该是要感恩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是在做这个 很美的一个事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呢 在分享一个好消息给别人 福音就是好消息 我们与别人福音 分享那个好消息的时候 我们是应该快乐的 我们是应该欢喜的 我们应该感谢神的 因为我们可以做这个事 在罗马书十章十四到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 然而 人未曾信他 只能求告他呢 未曾听见他 只能信他呢 没有传到的 只能听见呢 若没有差遣 只能传到呢 如经上所记 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他们的教宗 何等 加美 各位弟兄姐妹 是的 如果福音你不传 别人怎么信呢 就一定要你传 别人才可以信啊 那我们现在呢 去传福音的时候呢 在这个圣经里面 他就说 他说报福音 传喜信的人 那脚中 何等 加美 你要告诉你旁边的人 你的脚中 何等 加美 是的 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会一起传福音 我们的脚中 是何等的加美 我们是在做这个 很美的事情 因为呢 传福音给人 人的生命就会改变 传福音给别人 人就得到盼望平安 人就得医治 有许多的婚姻 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呢 被重建 许多人的生命 是因着福音的缘故呢 被重建 然后我们传福音给别人 是使别人得永生 以致他不至于灭亡 这传福音给别人 是完全不是我们得好处 是他们得好处 当我们尝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这个福音 不能够只有我有 这个福音呢 别人也要有 我就是不要把这个好东西 收在我自己这里 我就是要传给别人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都在做着一个美式 我们应当要欢喜的 弟兄姐妹 当你的小组 要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不要这样子 啊 又要做了 我好累哦 弟兄姐妹 我们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呢 是 我们应该感恩 神啊 我又要来做了 我又要来传福音了 这个是最美的事情 感谢你要用我了 这是我在做着人生最有意义的事啊 弟兄姐妹 改换你的看法 改换你的心情 传福音 谁要叫我们做的 其实是耶稣基督 他吩咐我们做 耶稣基督 他命令我们要做这个事 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不能够忘记 每一个基督徒都一定要知道 你的大使命 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我们一起读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导他们遵守 看啊 我天天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代的终结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主耶稣还没有 升天之前 他吩咐门徒 也吩咐将来 跟随耶稣的人的一个话 大使命 他说是我们要做的 是我们要去 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今天当我们传福音 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来去 遵守耶稣给我们的话 我们是来跟随耶稣的 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快快乐乐地 来跟随耶稣 不是愁愁苦苦地 来跟随他 主耶稣 他为了拯救我们 他顺服天父 到死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得了这个的救恩 我们也来顺从耶稣 我们去做 他要我们做的 今天顺从他 还没有到死的地步 没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呢 我们应当感到感谢 并且感到欢喜 因为我们能够传福音 他在这里说 传福音是要同心合意的 他感恩 因为菲律比教会呢 是和他一起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的 那弟兄姐妹 他说 从第一天开始 这个教会呢 就是这样子了 也就是说 从第一天 到那个时候 保罗写信的时候 就是这十年的里面 这个的教会呢 都跟保罗一起 同心合意 兴旺福音 那其实这个教会呢 他是怎么样的 和保罗一起同心合意呢 其实呢 是他们在后面 一直在支持保罗 支持保罗 在生活上面的需要 并且关心保罗 他们派了一个弟兄 这个弟兄叫做 以巴伏提 在这个菲律比书 第二章的时候 就有提到他 他派了这个的弟兄 来服侍保罗 弟兄姐妹 你知道保罗 是一个很强悍的人吗 他其实他一个人也行 那他自己呢 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 他面对很多很多的难处 很多的挑战 有人来攻击他 反对他 杀害他 是一个非常强悍的人 他还是继续的这样做 可是呢 无论怎样强悍的人都好 都需要别人在后面来支持他 以致呢 他不感觉到孤单 他也不灰心 不上胆 各位弟兄姐妹 神对我们的计划 对教会的计划呢 就是要教会 同心合一 一起来传福音 也就是说 传福音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传福音不是 不是一个小组的事 传福音不是 组长的事而已 传福音也不是 牧师的事而已 传福音是 所有人的事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 弟兄姐妹 讲到传福音呢 我们不是打 那个零星的游击战 而是三军总动员的作战 弟兄姐妹 当这样子 全部的一起做的时候 作战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力量呢 就非常的雄厚 那我们才可以呢 从仇敌的手中 把那个世上的灵魂 把它抢回来 到耶稣那里 弟兄姐妹 一个人传福音 传没两下呢 就灰心了 我不做了 我害怕了 可是呢 当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呢 我们别人一起来支持 鼓励祷告的时候 你不容易灰心的 你也不容易上胆 你不容易放弃的 那所以传福音呢 就是要同心合一的做的 弟兄姐妹 他在这里呢 他说 同心合一 兴旺福音 兴旺的意思是什么 兴旺 他原本的那个意思呢 是团契的意思 就是fellowship的意思 那怎么叫做 这个团契的福音呢 兴旺福音 他的意思就是 弟兄姐妹 坐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们到小组 在团契的时候呢 你们就开始谈福音的事情 你们就开始谈传福音的事情 而且是常常谈这个事情的 你会谈到福音的大能是什么 哇 这个的弟兄 没想到 他信主了耶 他终于信主了 一讲到的时候 大家都很快乐 然后呢 有这个小组呢 有一个弟兄 他就分享 这个主缘就分享 有一个弟兄 他其实呢 邀请他来好几次 幸福小组 他都没来 后来来的时候呢 第一次就说 我不会信主的 我妈妈不给 然后呢 来第二次 来第三次 信主了 受洗了 弟兄姐妹 这些的话题 常常在小组的里面去分享 就这个人啊 以前啊 从来都不会讲对不起的 他信主过后 他竟然跟人道歉 这个是福音的大能 这个的人啊 他以前是吸毒的 他把他的毒戒掉 他信主啊 感谢主 然后我们看见 好多的人生命改变 然后有些的人 去了幸福小组 很多很多次 每一次幸福小组 都有他 可是总是不信主 走过了好多年过后 终于信主了 讲信主 他还没有 还没有跟他 邀请他信主之间 他还说 他是拜光阴的 可是呢 接下去那个小时 好了 我信耶稣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好多的神迹在当中 好多很奇妙的事情 许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想到 这个人会觉知的 这个人却是觉知了 其实 我们看见很多的人 他们口里说 他们不会信 他到最后还信了 你知道 我觉得我的经历 也是这样子 我进了教会 是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就进入斯班了 以前的斯班 不知道为什么 会容许这件事 然后我进入斯班 那个牧师在台上祷告 我就在那个斯班的椅子 那边祷告的时候 我说 耶稣啊 我是信光阴的 可是后来 我还是信了 所以弟兄姐妹 人讲他不信 不要相信他 因为呢 可能没有两下 他就信了 所以呢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哇 我们常常讲到 传福音的事情 我们都好兴奋 你看 越讲就越兴奋 越讲就越兴奋 越讲 我就想 哎呦 我很想带领另外一个人信主 越讲 我们就越大胆 越讲我们越要做 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群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 他常常说 哎呦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做幸福小组 这个不能 哎呦 这个很难 然后开始批评论断 教会中说 我要叫我们做幸福小组 然后呢 越讲 越冷淡 越讲 越不能做了 然后真的 做幸福小组的时候呢 就没有能力去做 弟兄姐妹 这就不是幸福音 这个呢 是把这个福音的火 把它熄灭掉 所以要讲 幸福音 整个教会上上下下 哇 大家都很兴奋地 讲到传福音 弟兄姐妹 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教会 Amen 你的小组 要成为这样的小组 弟兄姐妹 如果你对传福音 没有负担呢 那个火熄灭了 应当如何 首先呢 你需要去听故事 你需要去听 别人是怎么信主的故事 你需要去听 那些小组 怎么带人信主 其实这些故事 都在激励我们 除此之外呢 在这里有一段圣经 刚才我们读的 腓立比书一章六节 我们一起读 我深信 那在你们心里 动了美好工作的 到了耶稣基督的日子 必完成着工作 弟兄姐妹 保罗说 他说 为什么这个教会 他会同心合一 心旺福音 因为神在他们的里面 动了美好的工作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火熄灭了 怎么办 福音的火 那求神在你的心里面 动工 如果你看到 小组主缘的火熄灭了 求神在他的心里面 来去动工 因为这个是神的工作来的 而不是我们呢 可以随意呢 去点燃那个福音的火的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要对传福音 对福音 对一些的世上的灵魂 对我们周围的人 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要有那一个的负担 你要祷告神 帮助我 感动我的心 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的心 去传福音 我有那个负担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祷告祷告一下 就想起 哎呀 我这个亲戚 他还没有信主 哎呀 就想起我这个朋友 还没有信主 就想起跟我同住的人 我的家人 还没有信主 就想起 我这个的妈妈 这个的妈妈 差不多 很靠近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还没有信主 弟兄姐妹 让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想到 他们的灵魂 还没有得救 主啊 我盼望他们能够信主 弟兄姐妹 你要有这样的一颗心 我盼望他们能够信主 主啊 把这个的灵魂给我 我在准备这奖章的时候 我就想起 有一次 那个时候 是在我中学的时候 其实中学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 传福音 讲到传福音这个事 可是有一天 我记得 在房间的时候 我是看见一个异象 以前我都不知道 这个叫做异象 我是看见一个异象 这个是一个 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图画 那个时候呢 是整个的情况呢 就是整个的环境 都是黑黑的 非常的黑 你就没有看到任何的东西 就很黑很黑 然后呢 只是看到 有人在排队 那个队很长 这样排的 那队很长 他在这样黑的情况底下 排队去哪里 一个一个排队 要到地狱的里面去 这一幅图画 在我的心里面 今天我还在想起的时候 心里头 不知觉的 那一个的 想要人 信主的那把火 那一个心 又再次的出来 各位弟兄姐妹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心 Amen 愿主把这样的一颗心 给你 弟兄姐妹 如果 你的父母亲 老了 还没有信主 我请你 加把力 祷告 我请你 加把力 爱他 弟兄姐妹 我们不能够挤 因为不能够 在他的面前挤 可是呢 我们在后面挤 是可以的 就在主的面前挤 主啊 你一定要 快快 让他信主 可是在他的面前 毫无事情 没有事情 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不想他 因着这个压力 就把他推开 弟兄姐妹 当神 感动你 要跟那一个人 分享福音的时候 你不要去消灭 圣灵的感动 当神 感动你 要去做这个事的时候 你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 我们居然求神 你改变我 你给我 那个传福音的心 可是你不要去消灭他 很多的时候 我们去扑灭他 就不要管他 我们就消灭了 圣灵的感动 结果呢 你怎么样 神怎么敢你 都不动 弟兄姐妹 我们要被圣灵 一直不断的 这样的感动 许多的人 为什么 那个火会扑灭 因为呢 其他的东西 比圣灵的感动更大 什么东西 比圣灵感动更大 你的惧怕 比圣灵感动更大 你惧怕跟人讲福音 比圣灵的感动更大 然后呢 我们有的时候 爱自己 爱自己 我有很多事做 我哪里得空 我们是说 只是顾自己 所以那就变成了 那个感动 又不尖叫 然后有一些的人 可能是因为 你在受伤的底下 对这个人啊 哇 这个人伤害我耶 你在受伤的里面 你的受伤 比圣灵的感动更大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不要让 惧怕 做你的主人 不要让受伤 过去的伤害 做你的主人 也不要让自己的 忙碌 做你的主人 要让神来做你的主人 如果神说 去跟这个人说 你都总想要 想办法 去跟他说 怎样的说法 你想办法 弟兄姐妹 他在这里呢 讲到传福音 要同心合一的 兴旺福音 同心合一呢 也在告诉我们 我们尽能力 彼此的配搭 我们是一起做的 可是呢 大家做的东西 可能都不一样 因为好像幸福小组 我们用的这个方式 是很多东西做的 那很多东西做 个人都要做一点 然后大家 分工合作地做 有些的人 可能要做菜 有些的人 要做布置 然后呢 有些的人呢 他很刻意地 就是要去经营 他跟BES的关系 可能他比较多BES 他需要这样的时间 可是有一些的人呢 真的比较少BES 甚至没有BES 怎么办 很苦恼 哎呦 每个的人呢 都有 可是我就是没有 我没有东西做吗 不是 我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弟兄姐妹 一定要做的是祷告 你没有BES吗 把别人的BES 当着你的BES 来祷告 Amen 因为呢 我们传福音 要许许多多的祷告 祷告呢 会使我们呢 冲破很多的困难 我们有一个小组呢 他们上一次 做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呢 那个BES呢 就是都不是很确定的 都没有办法确定 到底是可以出席 还是不能出席 于是他们就很担心 没有BES 所以呢 他们就开始呢 就更加的积极 加把火 来为他们的BES 提名祷告 然后呢 他们都是集体祷告的 他们说 我们一个星期 四个组别的人祷告 一起的来为着 这一个的几个的BES祷告 到最后呢 七个BES来 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 各位弟兄姐妹 祷告是很重要的 在整个传福音的里面 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人 他讲不要不要不要 你不要听他都不要 继续为他祷告 很多的人很害怕呢 邀请不到BES呢 到幸福小组的里面 可是弟兄姐妹 如果你把这一个的害怕 放到一边的时候 那你想一想 其实呢 我们每年都会提醒大家 我们是传福音的时候了 一起来 那有的时候 你真的是可能没有BES的 可是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电话里面 有没有一些的人 你很久了 你没有联络他 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呢 有感动 想要联络一下他 那祷告 看看神会不会告诉你 有一些的人呢 就显明出来 这个的人 让你想起某一些的人 如果没有的话 继续祷告 可是如果到最后 也没有BES的话 也不要灰心 弟兄姐妹 我相信呢 你周围或者朋友啊 同事 总是有一些的人 是没有信主的 弟兄姐妹 就为他们带祷吧 有的时候啊 我们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提醒我们 我们要传福音了 我们就开始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不知道呢 这个的人 几时会信 或者几时呢 你跟真的邀约到他 到幸福小组 甚至有一些的人 在国外 很远的地方 你也不知道 他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不要怕 就是祷告 就当作 这个是我们的机会 我们就是要想起 传福音的事情 这个时候 我能够做什么 就做什么 有一个的弟兄呢 他就说 他说 他要跟他爸爸传福音呢 是一个很害怕 很害怕的事情 然后呢 这个的人呢 他的爸爸呢 是那个跳筒的 所以他自己信主了过后呢 真的不敢 跟他爸爸提到福音的事情 然后他只做什么呢 暗地里为他父亲祷告 一直不断地祷告 一直不断地祷告 就有一次呢 他的父亲生病了 他父亲生病 而且蛮严重 还有一次吐血 然后紧急地 这个的 急救到这个医院去 以至这个弟兄就开始 叫弟兄姐妹 来我们一起来 为我们的父亲祷告 然后这个父亲过后呢 身体好起来过后呢 他就信主 他就洗礼了 弟兄姐妹 我们一直不断地祷告下去 我们不知道 几时有机会 可是我们相信 这个祷告 上帝会做工 可能有一天 那一个的人信主 不是透过你 而是透过别人 弟兄姐妹 我开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为我的家人祷告 我发现我的家人 一个一个去教会 神不是透过我 因为我都不在 我的那个家乡 可是我一直不断地 在后面祷告 祷告 祷告 回到去 去了教会 弟兄姐妹 神透过别人 神没有直接地透过我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一个的季节 就当作是 神你提醒我们要传灰 那我们现在呢 我不能够带某一些的人 可能他不在我身旁 那我就祷告 那第三呢 弟兄姐妹 传灰是需要爱心的 我们的这个传灰的爱心 也要加上 这个的知识和智慧 那我们一起来读 腓立比书一章九到十一节 我所祷告的就是 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 不断增长 使你们能分辨是非 在基督的日子 做真诚 无可指责的人 更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人意的果子 归荣耀 称赞给上帝 那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呢 首先要把爱心拿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显示的是我们的爱 如果小组的里面没有爱 弟兄姐妹 小组里面先要学习彼此相爱 如果你没有爱 你要先学习 爱别人 活出爱 不只是在教会而已 而是在你的家里活出爱 在你的工作场所 活出爱 人怎么看见耶稣 就从你的身上看见 耶稣是不是又真又活 就看你 弟兄姐妹 是因为呢 别人从你的身上呢 才看见耶稣的 所以你就是那个耶稣的光 所以你要小心 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原型 机制 我们都要小心 而我们要改掉一些呢 可能会绊倒人的东西 所以我说传福音呢 是最好的 生命改变的催化剂 有一个的人呢 他是一个老板 他为了呢 要传福音给他的员工呢 他要改变掉 他对待员工的态度 所以呢 他改了过后呢 他去传福音就有果效 他还没有改之前 去传福音就没有果效 然后他的员工就发现 怎么我的老板变掉 他说是耶稣改变我 所以员工就来信主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传福音呢 是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 为了不要绊倒别人 在小组的里面 如果有纷争 有结党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 先要去做的 把这些的嫌隙 把它 缝补起来 把你的那个的冲突的裂痕 把它补起来 弟兄姐妹 我们去年呢 我觉得神也在准备着我们 去年呢 当我们的领袖 其实在寻求神的时候 神说你们的领袖之间 有冲突 没有处理 后来呢 我们去年做什么 我们真的刻意的 要建议是领袖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我们有一次呢 我们彼此的起脚 彼此的道歉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去补啊 那个的关系的破裂 因为关系的破裂呢 会造成人 不会想要来认识你的耶稣 那所以呢 传福音是要有爱心 传福音有爱心 你的爱心要加上知识 还有智慧 所以你的爱心呢 不是只是 爱爱爱 就是这样子 那你的爱呢 要有真理 弟兄姐妹 有一些的基督徒啊 你的行为是非常的好的 什么东西都做得很好 那可是呢 你的态度呢 非常的严肃 就使人害怕 人看见你好像 discipline老师 不敢信耶稣 那要有什么真理 要有爱心 要有温柔 要有怜悯 那爱心也要有真理 例如说 你不能够呢 为了 哎呀 我想这个人信主 我就陪他打麻将啦 我陪他打麻将 故意赎给他很多钱 那我就觉得 这个是爱心 弟兄姐妹 你的爱没有真理 然后呢 有一些的人可能陪人去 这个酒吧 常常他那个人在酒吧 就常常到那个酒吧的里面呢 去陪他 你觉得呢 你很想这个人信主啊 可是呢 你没有救到他自己跌倒了 还有一些的人哦 你想这个人可以信主啊 可是他是异性耶 当他是异性的时候呢 你这个已经结婚了的 然后呢 你去接触他 哎呀 没有很好的界限 然后呢 搞不好 这当中就感情出来了 甚至搞不好 一夜情就发生了 也搞不好 外衣就这样发生了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爱心要有真理 爱心也要有界限 要有知识 要有智慧 还有 你的爱心要使人得益处 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我们以为传福音哦 哎哟 爱心嘛 爱心 我看到你没钱啊 你很急用对不对 你欠了很多债 我帮你还 我帮你还 这个你又欠债 我又帮你还 我帮你还 就一直还 一直还 然后你还下去 一年五年十年都是这样还 那个的人呢 就从来没有还过自己账单 就是你还 就是你还 你觉得这个就是爱他 弟兄姐妹 你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使人信主哦 可是弟兄姐妹告诉你 不要用错方式 不要用错方式 因为你这样的方式呢 不能够使人的益处 你只会使那一个的人永远不能够负起自己的责任来 我们的福音呢 不是呢 是一直把那个鱼给别人 而是呢 最后我要教你怎么自己钓鱼 还有啊 将来你自己钓鱼了 还要懂得把鱼给别人呢 弟兄姐妹 我们要学习使别人成长起来 使别人智力 懂得赚取负起自己的责任 这个是对他有益处 所以我们用的方法 不是整天给钱呢 所以我们说 你不要整天给钱 你可以给东西 你可以给 看一下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你给那个东西 而不要给钱 有的时候给钱某一些的人 反而呢 这害了他 你越给 他就越赌 你越给 他就越赌 就是因为你给 所以他借不到赌 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爱心呢 要懂得 使人能够去成长 使人得益处 然后呢 你有爱心 你真的是很想呢 传福音给某某人 你这个好朋友 可是弟兄姐妹 你说话的时候 要有智慧 弟兄姐妹 我今天 我再次的要提醒大家 基督徒 说话的时候 特别的 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说话 要知道什么的字眼 是会冒犯他的 例如说 哎呦 你拜偶像 拜了这么久 这个偶像是假的啦 弟兄姐妹 不要这样讲 首先 不要讲人 拜偶像 这个是圣经的话 我知道 可是呢 当这个话 真正这样用在 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的时候 其实呢 是会冒犯他 哈 你讲我拜偶像 拜这个公仔 弟兄姐妹 不是 你不要这样说 因为呢 你会冒犯他 你会把他推开 那 在他的心中呢 这个是一个神明 我们说 哦 你拜某某神明 哦 你信奉某某宗教 这样说 哎呀 你不要说 哎呀 你拜了几十年偶像 弟兄姐妹 这些话呢 换掉 因为呢 我们要学习去尊重我们的best 要有智慧 分清楚 什么话可以说 什么话不能说 有一些圣经的话 当你直接用在你的best的身上 可能就会得罪他 所以呢 我们说话 要小心 那甚至呢 有一些的东西 我们知道真理 可能真的他做这个事情呢 是不好的 会带来一些的后果 甚至会带来 我可以说 我们如果是用best的话语 带来一个不好运 可是我们也要小心 怎么去说 免得呢 你出现的时候 别人就会逃跑 哎呀 这个人呢 整天呢 就讲我这个不对 讲我那个不对 讲我这个不好 讲我那个不好 所以他就不喜欢你 弟兄姐妹 要有智慧 说你的话 那我们 再来读 这一段的圣经 腓立比书 一章 十二到二十一节 弟兄们 我要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 反而使福音更兴旺 以致欲迎全军 和其一的人都知道 我是为基督的缘故 受捆索的 而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都因我受的捆索 而独信不已 越发放胆 无所惧怕的传道 有些人传基督 是处以基督纷争 有些人是处以好意 后者是处以爱心 知道我奉差遣 是为福音辩护的 前者传基督 是处以自私 动机不纯 企图要加征 我捆索的苦楚 这又何妨呢 或是假意 或是真心 无论如何 只要基督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我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 终必使我们得到释放 这就是我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能使我羞愧 反倒凡事坦然无惧 无论是生是死 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弟兄姐妹 当我们传病的时候 我们首先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我们看见保罗他 一件事情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 就是他懂得对准焦点 弟兄姐妹 传福音要对准焦点 那什么是焦点 那你看到保罗在这里呢 他其实到最后呢 他最在乎的就是 只要基督被传开 然后呢 他在乎让基督在他的身上 能够照常显大 就是让人看到 他现在是怎样回应 怎样反应 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的患难的底下 怎么去回应的 他怎样表现出 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里面 然后呢 保罗就说 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 意思就说 我活着是为了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这个是他的焦点来的 他其实呢 他并不是这么的在乎 他到底会不会得释放 因为他现在在 在这个的囚禁的当中 他会不会得释放 他不在乎这些 他更在乎的就是 福音到底有没有被传开 弟兄姐妹 我想要问你 每一次做幸福小组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传福音的时候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东西 其实哦 我们最害怕那个东西 其实是可能就是我们最在乎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很怕呢 就是没有best嘛 每个的人都怕没有best 然后呢 还有一些的人怕的是什么呢 我不会讲话嘛 我都不知道怎样讲 弟兄姐妹 你知道吗 其实你最害怕的是 或许是你最在乎 你后面还有一个东西是很在乎的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很在乎 被看为是失败的 如果我的成绩是零 我就感觉我失败 如果幸福小组是零best 我就觉得我很失败 我这样子好像没有脸见人 弟兄姐妹 在你心底里面 有个很深的一种的惧怕 因为把它看成为是一个失败 弟兄姐妹 不要在乎这个 有一些的人在乎什么 我被比了下去 我不比那个主人好 哇 他很会带best 我不比那个小组好 哇 那个小组多么多best 但是我不比人好 所以在我的心底里面 我有一个惧怕 弟兄姐妹 你很在乎被比了下去 有一些人在乎什么 我做的菜 我做的甜品 有没有人把它吃完啊 好不好吃呢 有没有人称赞我 最在乎的是这个 然后有一些的人可能在当中 哇 我今天带了一个best来 有没有人做我很厉害 哇塞 你在乎的是什么 你自己 你并不是真的是在乎耶稣基督的事 你不是在乎你怎么样的 让耶稣在你的生命的当中 照常显大 你并不在乎呢 到底那个福音有没有传到 你最终在乎你自己的荣耀 你自己的面子 弟兄姐妹 我可以说到最后呢 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 是 我们在乎的东西 其实 根本 就是 我们的老我 各位弟兄姐妹 所以传福音要对准焦点 今天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我一定要对准这个焦点 因为是耶稣吩咐我做的 我当我去做的时候呢 是让耶稣在我身上显大了 我今天不管那个人信主还是不信主 还有一些的人哦 是很怕的 很怕是 我虽然要了很多bass 可是信主的人是灵我 哇 我没有拍摄了 没有面子 弟兄姐妹 你不要以这一个为荣耀 弟兄姐妹 你要记得一样东西 只要基督被闯开就好 因为呢 我们没有办法 控制别人信主还是不信主 我们的责任只是传 然后神的责任做工 可能我们今天那个人来到幸福小组 可能十年过后 二十年过后 常常会信主 弟兄姐妹 你的责任只不过就是 一直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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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不要过了你的责任 然后呢 你的焦点模糊了 最后呢 我们要懂得在绝望当中 去看见那个盼望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说怕呢 好像哇 突然间 好多的东西 很重的在我们的面前 弟兄姐妹 你要懂得在绝望的当中 看见盼望 保罗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呢 他用了一个词句 这个的词句呢 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就在十二节 他说我所遭遇的是 反而使福音更兴旺 反而 他用这个字呢 意思就是说 他之前认为说 也别人也认为说 保罗如果被囚禁的话 那福音呢 就会受拦阻了 福音不能传啊 他说不是啊 反而倒回头 他说就是因为呢 他被囚禁 所以福音就更加的兴旺起来 那保罗被囚禁呢 就每一天呢 跟那个的 看守他的那个士兵在一起的 而且他们每天是轮班的 他可能是轮三次四次班的 然后如果是轮班 那是每个不一样的 以保罗这样的个性 一定抓紧机会 跟他分享福音的 所以呢 保罗就说 这个罗马的军营啊 里面啊 都知道呢 我是为基督的缘故被关了 也就是说 他差不多把这个 罗马的军营里面的 这个士兵呢 都听他讲福音了了 他说他为什么 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因为我被囚禁在这里 所以我才有机会 跟这些军人 来去分享福音 如果我不是被关的话呢 这些军人 哪里会听到福音呢 各位弟兄姐妹 有许多的时候呢 当我们落在一个 患难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要把他看见 这一个就是一个盼望 这不是一个绝望 有一次有个牧师呢 他就分享 他说有一次 他遇到狱外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是很久以前 那他遇到狱外 他就进了医院 他就收到一个 陌生人的来信 这个陌生人的来信呢 就在信中呢 其实是就安慰他 鼓励他 哇 这个的人写了好几封信给他 因为这个每一封信呢 越写就越好 然后后来呢 他就想要去认识 这个的陌生人 然后后来他发现 原来这个的人是忙的 然后他有这个糖尿病 然后他的脚还被戒指了 然后他在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好像很可怜 他还要照顾他的老母亲 可是他说 就因为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处境的底下 就给了他机会 可以去分享福音了 因着他这样子 所以呢 学校就请他去讲激励的讲座 就激励别人 然后呢 公司就请他去分享他的故事 去激励别人 如果不是他落在这样的患难的底下 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以分享 弟兄姐妹 就是在绝望的当中 要看见那一个盼望 保罗他进入了监狱 他现在被囚禁了 看来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说 好的 原来在这个监狱的里面 神要我传福音给这些军人 然后呢 再来呢 保罗呢 他就说到 在这个的 这个怎样 这个福音是怎样 在他囚禁的时候 被这个更加的兴旺呢 是因着当他被囚禁的时候呢 就激励了更多的基督徒 更大胆的起来传福音 然后还有一些的人 他们是传道 他们也是去传福音的 可是呢 他们的动机都不纯 他们是为了得利益的 去传道 就可以拿钱了 所以呢 他当保罗被关起来的时候 他们拍掌 为什么呢 哇 保罗不传了 那我们来传哦 那我们来传哦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了 那虽然他的动机不纯 可是保罗说 虽然不良的动机 还是把福音传开了 弟兄姐妹 你看到保罗怎么看事情 这件事情被囚禁 一般的人看 也是一个不好的事 如果以世界的眼光看 哎呦 所以有雷 可是呢 保罗呢 用基督的眼光看 不是 这一个反而是一件好事 怎么样在一个绝望的里面 找到盼望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 你要用一个怎么的眼光去看他 改变你的眼光 不要用世界的眼光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也真的用这个世界的眼光 来做福音的工作 哎 你那个 那个如果 灵性主 弟兄姐妹 这叫做失败吗 不叫做失败 如果以世界的眼光看是失败的 以神的眼光看不是失败 你做成功了 这个就是神要你做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以基督的眼光来看 这个看起来 很不好 是 可是呢 这事情使我更谦卑 这事情呢 使我更能够依靠神 我没有迫切祷告过的 就是这个 Best没有来了 我就迫切祷告 弟兄姐妹 这就是大益处了 对吗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懂得 来去在我们 面对这个 传病的绝望的底下 我们转一个眼光 来去看 看见盼望 这可能就是一个大盼望 我曾经在以前呢 我曾经做小组组长了以前 来到圣诞节有一次的时候呢 我很想传福音 可是我们那个时候 不会做幸福小组 也没有幸福小组好做 然后我怎样传福音呢 我不知道要怎样 我只能够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祷告祷告又祷告 我说神啊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很想做一点东西 然后呢 就在这样祷告的底下 上帝开了一个福音的门 那个福音的门是 后来就有一个弟兄来问我 他说 我们接触到这个麻风病院 你们要不要去麻风病院的报家音 那个时候我们听到 好我们去 我们就练歌了 我们的小组就去了 然后就大胆的去 你知道那个麻风病院 大概有一两百人 那里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的 去唱歌 唱圣诞诗歌 然后呢 过后呢 小组主缘就一个一个的来去 认识这些的病人 然后我记得 后来有一个妇女姓祖了 还受洗了 我说有的时候呢 是荣耀归给神 有的时候我们在绝望当中 其实那个就是盼望 也就是说神要开另外一个门 你今天你没有BES 哎呀 你想不到BES 上帝要开新的一个门 那个BES呢 是没有在你的List里面的 弟兄姐妹 我们要这样想 然后我们有一些小组 因为呢 他们坐坐下 坐坐上没有BES 他们就转换方式 有转换不同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不要等BES来了 我们去约BES去吃饭 我们约BES去餐厅吃饭 然后呢 几个人 五六个人一起 然后呢 就跟他分享福音了 这样BES 我们不用担心 他会不会来啊 因为我们就是约他 在餐厅里面吃饭 他一定会来了 弟兄姐妹 你就想到新的一些方式 来去做那个事情 所以他是一个盼望 在一个的小组的里面 这个组长他就分享 他说 每年呢 他的小组呢 通常都会做三次的 这个幸福小组 然后呢 他最近呢 有一次的幸福小组呢 他就叫他的主员 写这个BES的名单 然后呢 可是一直都没有 BES的名字出来 然后于是呢 就为着这件事情 迫切祷告大家 然后呢 第一次 那个的幸福小组呢 前几天 他说有一个甘信主的姐妹 就说 我要邀请我的甘儿子来 和他的太太 然后他就勇敢地邀请 结果他们都来了 然后还在当天呢 就觉知接受住了 然后第二次做幸福小组 是荣耀归给神 第二次做幸福小组 也是同样的情况 然后呢 那个主员在想 我要邀请谁呢 我要邀请谁呢 想想想的时候呢 电话就响起来了 是他一个亲戚打来的 这个亲戚呢 是要向他介绍产品的服务 他就趁着这个机会 就邀请这个人 然后呢 这个人不止来 还带买了他的爸爸妈妈来 当天也祷告接受住了 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你没有best 不是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神就要给你新的best 神就要给你新的contact 上帝要开新的一个门 所以我们要懂得 在这个绝望的里面 去找到盼望 到最后呢 让我们来看一个的见证 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 加入这个DOMC的教会 在2021年的时候呢 教会就有举办 这个幸福小组的活动 当时候我的组长就问我 诶 Sandra 你要不要来试试看 成为这个幸福小组的同工 可是当时候我就在想 诶 幸福小组是做什么的 成为同工又是做什么的呢 那反正我就一口答应了 我的组长 后来经过组长的解释 我才知道 原来幸福小组 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平台来的 是让那些 未信耶稣的朋友 来认识耶稣 可是当时候我就觉得 特别的压力 因为我担心 我邀请不到best 我也担心被他们拒绝等等 后来我就一步一步的 跟着我的组长 还有辅长 一起在筹备 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呢 我的组长告诉了我一句话 他说 在做这个幸福小组的时候 是与神通工 不是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为每一位best来提名祷告 当时候我是很多疑惑的 我也是觉得 我没有能力去做好这个幸福小组的通工 我没有信心 可是我在一边为这些best来提名祷告的时候呢 我一边交托给上帝 后来我就看见了一个异象 在这个异象里面呢 是有一棵棉花树 结出了好多好多的这个棉花 可是我当时候我也不明白 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幸福小组 做了五场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幸福小组 我们每一场呢 我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个best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我也感谢主 在每一场的这个幸福小组 都有人信主 然后也感谢主 每一位的这个弟兄姐妹 他们的见证呢 感动了这些best 让他们接受了主耶稣 后来我才明白 在那个异象里面 神要让我看见我们的幸福小组 就像是这个棉花 一样不断的结出这个果子 老实说 成为基督徒久了之后呢 我们的心呢 很难保持一颗火热的心 如果说 没有主动来到神的面前 亲近神跟服事神 然后也没有主动跟这些 主内的弟兄姐妹一起连接的话 其实那个心 对神的心呢 很快就会变得冷淡跟麻木 甚至我们的眼目都会失焦 好像活得没有神一样 天天都会觉得患得患失跟焦虑 成为幸福小组的同工之后呢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 是非常大的这个鼓励 那时候我感觉到心中 是充满喜乐的 我也感觉到与神同工 是多么的重要 我觉得神一直都在帮助我 我感受到我的祷告 神都一直都在纪念 我本以为这个幸福小组 在服事神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将这个祝福带给其他人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其实我也是同样的 被神所祝福的那一位 在这过程当中 我更加的认识这位上帝 也对神的这个信心 是一步一步的慢慢建立起来 以前的我常常是很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当那件事情的时候做不好 我就很常的去控告我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所以当有一个事情交托给我的时候 我其实是没有办法跟没有信心 相信自己是能够把它办好的 所以身上就会有很多莫名的这些重担压到我喘不过气 但是如今我学会如何把这些重担交给神 神会纪念我 带领我度过每一次的难关 这一次我又成为这个幸福的这个同工 所以我的心情是特别的喜乐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跟经历 我这一次是完全的是不紧张 反而是特别的期待这一次的幸福小组 因为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去做这个传福音工作 而是一群人去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我们彼此的分担这个工作 喜乐轻松的将这些祝福传给其他的人 我相信主会与我们同工 将那些需要神帮助的best带给我们 如今有耶稣的我非常蒙福 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因为有一群常常为我祷告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聚集的祷告 一起学习圣经的教导 也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 其实在今年我遇到了很多的这个挑战 心情起伏也比较大 但是呢有了这一般弟兄姐妹 他们常常都一直都为我祷告 一直的主动来关心我的近况 甚至让我最感动的事情是 主长还有其他的姐妹 特地请假开车两个小时的车程 从KL到Johol来特地的来陪伴我 来到我的身边给我安慰 抱抱我鼓励着我 在他们的这个付出当中呢 我感受到满满的爱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软弱的 包括我自己也是 不过在我急急地参与这个小组活动之后呢 也让我看见 其实世上真的是有一群人 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之下 依然的用心爱我 理解我 关心我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给我一个属灵的家 Amen 感谢主 用姐妹Sandra呢 她就说 她说从开始到现在 她一直不断地带人到这个幸福小组 她已经带超过12个人 在当中有大概一半的人呢 都在信主了 我们感谢主 用姐妹你看 神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妹 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人 神都要使用你 Amen Amen 让我们站起来 用姐妹 今天带你唱这首诗歌 等下我们祷告的时候呢 我要你想起来 到底其实神在这段的日子的当中 特别的要你传福音给谁 特别的对谁有那个负担 要求神来在你的心里面来动工 Amen 弟兄姐妹 在我祷告的时候呢 心里头有一个的领受 然后觉得在我们的当中 可能有一些的人你是这样想的 你觉得为什么呢 你都不敢来去开口 叫人家来教会 那是因为呢 你觉得你自己还没有改得很好 你觉得你自己的生命还没有很好 那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这样子看待 因为呢 从你再还没有信主到今天 你其实已经改变了很多 你要来为着你心里头有个负担 想要为着这些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我只是自己的负担 这个负担是谁 又姐妹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如果你没有负担 你现在向神祷告神啊 你要来给我负担 你要来帮助我 我就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也要参与在传福音的里面 咱们一起来祷告开身 每个的人开身祷告 你也要来帮助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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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祢赐福给我 赐我永生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个时候呢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每一位神所爱的儿女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你 愿圣灵把喜乐平安信心和盼望都要浇灌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愿圣灵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充充满满的 做阿瑟的主放在你的里头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你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愿主使用你并且使人透过你来到主的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身心灵都要有健康 你哪里有病痛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医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斥责所有的病痛死亡的人都要离开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主要医治你 主的医治现在就要开始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要祝福你的家 你的家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神在你们的当中 主的爱就在你们的之间 愿主改变你的生命 在你的家里面赐福给你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来祝福你手中所做的一切 你的工作事业生意学业 还有侍奉 愿这位赐福你的神使你 凡事亨通和顺利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在你现在所面对的困难挑战的上面 上帝就来与你同在 并且神要在当中开出一条新的道路给你 你要在绝望的里面要看见盼望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的财物 愿这位供应你的神使你一无所缺 福悲满意 你现在可能有一些的人正在面对着财物的状况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神就要介入在你的财物的状况的里面 愿上帝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上帝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上帝向你扬脸赐给你 平安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在你还没有离开之前 我要你今天开始做一件事 我们今天开始这个程序 你向你 前后左右的人 向他宣告说 你是蒙福的 你是蒙福的 邀请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到我们的这个的借贷处外面 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茶点 要来招待你并且有份的礼物还要送给你 欢迎你再回到我们的当中 愿上帝赐福给你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再见